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 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婚姚 你好我是于秋雨 欢迎收听秋雨书院必修课程 大家好我继续讲君子之刀里边的一个难点叫君子之伪 上次我讲到君子之伪 这个伪首先是以文化作为标牌 大家要警惕了 不是说满口文化的人他一定是君子 这个里边很大的成分 他把文化作为自己的伪装了 除了文化之伪之外 第二伪是道义之伪 现在有好多文化人要表现出自己是文化 来表达自己是君子不多 但是经常通过功绩的方法来证明自己 是一个道义的化身 这样的人历史上也相当多 用功绩来表达自己的道义 在文革当中我曾经写过书 来揭露当时文革当中的道义形象 来害人甚至杀人的人 说为了表达自己的道义形象 杀了一个人说他是破坏大桥的 这样的 其实真正的伪君子是这个假装道义形象的人 还有自己放火去救火 这我们就更多了 也是要建立道义形象 完全是假的 在地震当中我也见到过这种以道义形象的伪君子 比如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 就揭露人家是炸捐 就是没有真正的捐款 或者揭露人家没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 比如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有几个人 有几个还有一点有名的人 说于秋玉先生那篇文章没有能够站在伤亡的孩子的家长一边 你这个道德在哪里 但我首先要问了 于秋玉不上网 你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 你自己写的 还是你抄来的 不管是你抄 抄的时候要批判有没有可能打个电话证实一下 如果是你编造的 你为了道义 编造一篇文章 加到一个人头上 那是不是也在做道义之伪的事情 好像这些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证明自己 来承认自己是伪造这样的一种事情 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道义之伪可能比文化之伪还要更恶劣 他们往往制造一个个事件来证明自己是道德的守护神 其实某种意义上就像那个文革当中把对方说成是阶级敌人 然后把对方杀害的情境是一样的 以道义之名 行罪犯之实 这个情况我不想多讲了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见到好多经常在超常的来讲述所谓道义 这样的人要值得怀疑 如果他把这种讲述通过自己的攻击连在一起的话 这个怀疑就要加深 如果他的攻击并没有和攻击者有过任何实质的调查 也没有对知识的真相有过任何的询问的话 那这个怀疑就基本上可以成立 他们是道义伪君子 道义伪君子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从来没有给他们开口子 但实际上在实践当中却非常的庞大的一次队伍 由是我们的君子知道没有为君子画下明确的界限 而为道义却讲了太多太多的话 结果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君子知道自我才害的一个例子 我前面讲到了 君子知道没有为受害的君子提供保护 这是一点 还有君子知道由于没有划分君子的界限 为道义又讲了太多的话 所以为道义为君子 而创造了很多很多的条件 第三个为呢 叫风度之为 风度这两个字 我们在讲君子的时候 比较讲究风度 比较讲究外在风范 因为我们不管是讲君子坦荡荡 君子温良公减让 这都指的是外在风度 但是呢 这个外在风度常常被人窃取 变成一个伪的一个结构 这个伪的结构呢 我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 我在很多很多年前 我曾经遇到过一件事情 一家法律杂志的负责人找到我 那是1991年了 当时我还在做院长 非常忙 报纸也没什么看 当时跟我讲 上海发生了三个女贪污犯的事情 这三个女贪污犯都要重判 我仔细的看了案情以后 我当时就心里确实是非常的愤怒 这三个女贪污犯呢 都是没有结过婚的美貌的女孩 而且都是单位里边的财务出纳员 他们都爱上了一个非常有风度的男子 这个男子 由于风度好 使三个分别 他们三个都不认识啊 三个女贪污犯呢 完全是如刺如梦的 进入了爱情之中 男子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向他们借钱 他们为了爱 为了面子 自己省吃兼用 把自己父母的急需全部搭上了 仍然填满满这个所谓爱情的无底洞 这个所谓风度的无底洞 所以就开始一笔一笔的贪污供款 由于贪污的数字实在太大了 那必然会判重刑 但是那几个男子 他们只花钱 不问钱的由来 因此无法定位贪污犯 他们要判也只是轻判 比如诈骗 有个轻判 但是他们没有重判的理由 总的说来 关一阵就会平安无事 这三个案子一下子放到我眼前 我听了那个叙述以后 我当时吞了一下 站起来 我真的非常愤怒 我说我作为一个男人 深深的感到耻辱 我说真正的凶恶者 大多还有一点硬气 不管他们是土匪是什么 总有一点勇气 他们这些人 这几个上海青年 都在女孩的柔弱的身体背后 却沾割着自己的女友 他们身上只有一股 滑腻腻的阴收缩的邪气 我当时在法律杂志上说 我的呼吁很可能救不了这几个可怜 有一点减轻 而对这几个男孩子的判决 有点加重 这我觉得是很高兴 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这几个男人 我觉得叫做风度伟君子 他们一般说来 长得英俊潇洒 有一种城市化的风度偏偏 读书的成绩不错 很聪明 谈吐举止都有一点品味 特别讲究细节 他们不是一件女孩子就狂轰烂炸 死产烂摸的这一类人 切切相反 他们表现出一种爱理不理 懒严严的神态 这反而会引起女孩子 对他们的加倍注意 不少女孩子 就把他们和白马王子 这可笑的几个字连在一起了 他们从小受到意爱 所以他们在生活上 需要受到照顾 这使得好多女孩子 见了以后就产生了一个 姐姐对弟弟的一种联系之情 尽管他们的年龄不见得比这几个男孩子大 他们往往有一种讲话的一套公式 他们是很有才华 但是经常受到挫折 由于才华比较多 所以在单位里边往往不受太多的重视 因为受到了好多人的排挤等等等等 结果让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同情他们 又同情 又由于前面的照顾 所以慢慢的越来越痴迷 这样的一种叫风度伪君子的典型 在很多城市里边都会出现 我当时见到的是上海 上海的这样的风度伪君子特别多 我们一定要注意通过外表 通过文化的外表 通过道义的外表 通过风度的外表 来发现君子的实实在在的本质在哪里 我前面讲过 君子有九个要点 君子怀德 君子自得风 君子成人之美 君子周而不必 君子坦荡荡 君子中庸 君子游离 君子不弃 君子支持 君子的这些东西都要有 否则的话 君子的这些要点都没有 只将就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 只将就道义宣言和道义功绩 只将就那些风度 只将就那些谈吐的话 你一定进入了一个伪君子的结构 好 我下次再讲 大家好 我是余修宇 我继续讲君子之道里边的四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是君子之交 第二个难点是君子之明 第三个难点是君子之尾 我只是点到为止 第四个难点是马上要讲的叫君子之难 灾难的难 君子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有的时候是灾难 那么君子往往在灾难当中 来表出自己的最后的品德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这个专门需要讲一讲 因为君子在中国历史上 几乎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 我在前面讲中国文化简史的时候 大家都听得出来 我所佩服的君子都遇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和灾难 他们在这个困难和灾难当中 显现出了自己崇高的品格 是真正的君子 我必须从一个比较 让我们觉得阴暗的地方讲起 我经常会收到各地的毒水来信 有人开玩笑说 余老师的毒水来信要用麻袋来装了 量现在是少了 因为现在通信的方式不一样了 以前我收到的信确实是量非常之多 在统计当中 大家没法想象 来信当中 讲的最多的是一篇又短又不著名的小文章 叫做为自己减刑 我受到反馈最多的信 是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的读后感 而发信最多的地方是监狱 监狱里边 有的时候他们看书的时间比较多 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他们传来传去 结果好多监狱里边的人就给我写信 我在那篇文章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 我在我的散文门孔里边专门提到过 我是这样写的 我到监狱里边去讲课 我不是讲到上海铁兰桥监狱 叫我去讲课 去讲课我就心疯疯的去了 去了以后 见到监狱长以后 我就说监狱里边有一个人 我很想见一下 这曾经是一个官员 我给他不太熟 但是他居然被关进来了 我很想给他说几句话 确确他心情能够放好一点 他曾经是我的领导 而且是很高的领导 监狱长跟我讲 哎呀 余先生 其他人都能见 就是这个犯人不能见 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 那我说好 既然不能见 我也不勉强 能不能我给他写个纸条 监狱长说那可以 我就给他写了个纸条 我纸条上是这样写的 哎呀 我们过去都忙 没有时间把外语学得更好一点 最后你有了这个时间 我就写了这么两句话 这个监狱长一看 这个没有任何机会就交给他了 四年以后 饭师的官员刑满释放了 他是刑满 进门释放以后 一个电话就打给我 说我根据你的劝告 我认真的学外语 现在拿出了一部 五十几万字的翻译稿 马上要出版 他在监狱里面就认真的学外语了 而且把外语学好了 兴高采烈的拿出了一本翻译稿 很快我就见到了他了 他穿着牛仔服 挂着照相机 步履非常轻贱 看上去比他进监狱 以前做官的时候 要年轻很多 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 我说他判了四年 也关了四年 监狱没给他减刑 他为自己减刑了 所以我的这文章的题目 叫做为自己减刑 解到什么程度 所剩无几 他好像没进过监狱似的 人家感觉是这样 为自己减刑了 这让我想起 斯维格的小说 象棋的故事 一个被囚禁的人 无所事事 度日如年 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 后来儿得到了一本棋谱 那日子就过得飞快了 他就自己给自己下棋了 这个棋谱有象征意义 我的都是朋友了 这些官员 我等于给他说个主意 让外语成了那个人的棋谱 有了这个棋谱 他看到的只是 全部都是机会了 他就成了自己领域里边的将军 下棋的人自己成了将军 那些外语的人自己也成了自己的指挥者 监狱里边有可能比以前 有很多七十的心理痛苦吧 但是就这个官员 本来关进去的时候 关很高 但是有犯人哭哭啼啼进来的时候 他就去做事项工作 他在里边 他关比我高 他说是啊 我关比你高 你哭哭啼啼的 你看到我你还能哭哭啼啼吧 结果他等于做了很多人的思想工作 我说你是不是你的格局比原来更大了 对比原来更大了 因为进了监狱以后 我思考的不是我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了 我想到了人生的凶肌祸福 想到了人生的伤而是非 想到了人生的轻忠虚实 产生了一个被层层播出以后的宏大 原来我就在我的工作里边有整体思考 我就思考得更大了 这个话我就觉得说得很好 因为我相信 我过去听他做报告 在几千人的礼堂里边 好像水平很高 但是现在他跟我谈话的时候 所讲的一个对人生 对世界的看法 肯定比以前的更辽阔了 我大体上说的是 即使你身处不幸的环境 你作为君子也能找到自己 应该有的很好的机会 对所有的人来说 很多没有进监狱的人 实际上已经成为监狱了 我举个例子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 我说我看到公共汽车的一个售票员 他一定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对所有的人都爱立不理 勉强的买完票以后就看着窗外 窗外以后一连都是阴云 我当时就发现 他不断的在看自己的手表 非常无聊的看着窗外 没有任何热情的眼光 面对乘客 我想他小小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的位置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监狱 他这个监狱里边 很难再把自己释放出来 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 后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 他告诉别人 他说你们知道雨秋雨 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这个人真是充满快乐 他如果不小心分配走了 公共汽车售票员 雨秋雨难过的时间最多一刻钟 一刻钟以后他就成为一个最好的售票员 以非常快乐的笑容 让大家都回给他笑容 他很可能成为上海最优秀的售票员 这是我这个老同学对我的表扬 我确实是这样 他为什么对我有这个印象呢 当时我们在均衡农场劳动的时候 天天苦得不得了 要是要活 我们家里爸爸都被逮捕了 日子过得很不好 好多同学都是这样 但是他们在我身上找到了快乐的原因 我总是带着大家想原始人 讲故事各种各样 大家就变得很快乐 任何困难 好像对我这都可以化为乌云 所以这个同学就有这样的一个对我的评价 所以我对那个那天遇到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就特别敏感 我不认识他 也没有讲话的机会 但是我知道他的年岁和我差不多 我多么想劝他一句 你何苦在公共汽车里边自设监狱呢 你那么的不愉快 你能不能愉快一点呢 你的愉快会带来无数的笑容 会带来你素美平生的人 对你的善良的回馈 你再用更多的善良回馈他们 你这个公共汽车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天堂 你何苦把这个小小的天堂 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狱呢 我很想这么劝说他 对我周围的很多人来说 一个仇人也是一座监狱 因为仇人的一举一动 对他来说都构成了层层的铁窗 每天为止愉愤 担惊受怕 有人干脆扩大了 把自己的基督对象也当作了监狱 人家的每一项成果都变成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刑罚 白天黑夜都是这样 我见到过很多大学老师 他看到有的学生不认真听自己的课在看书 他就过去了 你看谁的书 他在看一个散文家的书 于是这个散文家虽然不认识 对这个老师来说也成了监狱了 这个散文家的每一本书都成了铁窗 都成了他夜夜都要诅咒的那个处境 那个散文家每错一本书 这个老师的刑期等于增加了 这又何苦呢 我曾经看到过一本书里边说 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监狱的时候 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 抓监狱的时候很方便 抓到一个犯人 就在地下划一个圈 让他站在里边 那个犯人是不动的 然后抓到了一定的数字 就把犯人在华的圈里边拉出来 这真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华地为牢 这个就这个成语了 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 没有铁窗和围墙 这个虽然是印度发生过的事情 但人类到处其实也是一样的 人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当中寻找自由 也可以在自由当中寻找不自由 我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 他们的眉眼之间 一直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 我总是想 你有没有可能输一输 没为自己减刑 除了你自己 还有谁能够让你恢复自由 今天讲到这儿 明天再继续 大家好 我是尹秋雨 我继续讲君子之道的第四个难点 叫君子之难 君子之难各种各样 我也讲到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 他即使处于自由状态 也在为自己制造不自由 我们君子可不能这样 我说好多人 眉眼之间 总是带着一座座监狱在行走 你除了自己 还有谁 让你恢复自由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 别人的成功 对他来说是铁窗 嫉妒人家 有的时候 等于在不断地给自己加刑 而不是减刑 这样的日子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这又回到了我们真正的监狱当中来 前面的课程当中 大家一定还记得 我在讲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的时候 也在在解释中国文化史的时候 我讲了很多很多 在不幸的环境当中 站了起来的 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中国的大君子 大家能够体会吧 譬如我曾经讲到过司马迁 他怎么在监狱里边受到了那么的残酷的境遇 但是他又创造了非常大的伟大 成为一个伟大的君子 我也讲到过姬康 大家还记得在临时之前 他弹琴的非常悲痛 又非常美丽的那种景象吗 我还讲到了李白和杜甫 他们很不幸的受到过逮捕 然后李白还遭受过 私人监狱杀的那种负面欲论 连杜甫也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但是他们的自由并没有被剥夺 他们却在非常不幸的时间里边 创造了中国最高的文化成果 我当然也讲到过 大家印象很深的 严陈青大书法家 一次一次都在自己的积压当中 创造了最高的人生等级 特别是在他74岁高龄的时候 主动亲命 进入了叛奖的监狱 然后在那儿壮丽 寄生 这个叫文化老英雄 当然我还写到过 大家都知道的 苏东坡之狱 他在监狱里边被打 然后他在那儿脱胎换骨 让自己从一个文化大财 变成文化天才的过程 当然我也写到过文天祥之狱 文天祥在那儿 在监狱里边 创造了鲁家文化的最高等级 使他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君子 非常了不得 在那儿文天祥呢 我不能不提到 他在监狱里边写了一首正气歌 几年以前 有一个文化老人 专门把正气歌写了一遍 写楷书写得很好 然后叫我有个提拔 叫我在最后有个提拔 我在那儿专门讲了 就是人世间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环境 只要有正气在身上充裕的话 你就和天地紧紧的连在一起 什么都能够战胜 所以文天祥的好处呢 他把君子之道 君子这两个字 我前面讲到有九种要点 这里边在他再加了一个 能够囊括的九种要点的 一种抽象的成分 那就是气 或者讲得更明白一点 就是正气 正气是君子之道的九个要点 之上浮动的一个提领的 一个精神的一个缩钮 有了这个缩钮以后 一切都能够站立起来了 从司马迁到文天祥的这个监狱 我们在讲历史 我说君子之欲的欲 我用谐音词 君子之欲的欲 这个欲很可能是一种心理操欲 这个君子之欲也可能是人格非欲的欲 君子之欲也可能是灵修的音乐 他在那儿获得了音乐的调整 君子之欲也可能是精神三欲 不管是司马迁 不管是文天祥 包括当中的李白 包括当中的苏东坡 他们都在一个不良的环境当中 获得了自己的精神飞育 君子之难 对他们来说 这个难就成了一个新的提升 新的解放 新的升华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君子 说必然要遇到的问题 我们在讲君子之道的时候 如果完全的离开了 我们有可能遇到的灾难 困难的话 我们就很难真正的提升 这些年来我经常听到 我们的好多朋友遇到了很多困难 有的是经济上的困难 有的很可能是行政上的困难 有的是纪律上的困难 各种各样的困难 都有他们原来的原因 他们有的是犯了错 有的甚至于犯了罪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 他们都遇到了一个君子的考验 大家知道 有困难甚至于犯了罪 犯人不见得一定是坏人 即使在监狱里边 也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分 即使中罪犯 我们在监法里边也看到 有的人是挑拨离间 有的人是扫龙阴谋 这是小人 有的人还是堂堂正正 让自己精神活得非常好的飞跃 我在文革结束以后不久 由于大家的民意测验 我成了高校的校长 又到其他几个高校兼课 我就遇到了这样的情景 当时正在为受到过 好多不公正待遇的老教师平反 平反以后 他们好多老教师回来了 好多教师回来了 从他们原来受难的地方回来了 在原来可能都在边缘地区劳改 劳改其实也是一种囚禁了 回来的时候 梁炳燃霜 他们都是我的文化长辈 但是奇怪的是 我发现一个问题 有的平反回来的老师 马上就能开课 而且广受欢迎 有的却威靡不振 再也不能工作 其实这两种人 年龄和健康原来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呢 我发现 那些威靡不振的人 几十年来 总是在检讨 总是在生气 总是在志愿 总是在申诉 能够立即开课的人 完全不一样 立即开课的人 不管他们关于在哪里 不管他们在哪里劳改 他们身边总是有一部 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书 比如周易 比如处词 比如康德和罗书的著作等等 他们知道生素不太有用 因此呢 不是主动去做 而是反而会学一门 非常艰深的学问 甚至于还学一些外语 学一些少数民族语言 他们就绕开了那个 挠人的原点 把身心放到了别处 放到了大处 这些放到了别处 放到了大处的人 他们的心里反而获得了安顿 既安顿了人生 也安顿了自己的精神 所以他永远不会微静 这里我举个例子 我在新加坡的一个 戏剧家的好朋友 叫郭宝坤 郭 郭沫洛的郭 宝贝的宝 坤山的坤 郭宝坤 他在几十年前 因为参加左派的政治运动 被捕 被囚禁了很多年 后来他告诉我 自己在监狱里边 把莎士比亚拳击的英文版 啃得烂熟 一开始只是为了安神 为了静心 当然也为莎士比亚 巨大的魅力所吸引 几年以后他出了监狱 从事的戏剧活动就得心应手 因为他受到了 莎士比亚深深的滋养 很快就获得了 国家颁布的总统文化奖 我感兴趣的是 囚禁他和奖励他的是同一个政府 连人老人都没有换过 颁奖的时候 政府也没有觉得当时的囚禁囚错了 颁奖的时候电视直播 还把他囚禁时候的照片一一播出来 对此呢 郭宝坤先生也很高兴 他觉得 罪我 讲我 我全都接受 不管他自己写书 写生平 也不管是官方颁布他的生平 全部都要讲他的囚禁监狱 没有包 没有扁 没有冤 也没有记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是郭先生 还是新加坡政府 都表现出很君子 这种上向平静 让社会的法治生活 就显得比较正常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 也慢慢的多起来了 比如 有一次我在一座城市 遇到过一个名字很熟的老人 他因为在监狱读过我不少书 也看到过我电视演讲 就主动给我打招呼 他以前没见过我 却从来不担心我 会不会因为他监狱出来 我会给他冷眼 他却非常主动给我打招呼 可见心生比较放松了 他曾经管过这个城市 我问他 你见到现在的市民 市民会对你说什么 他说 市民就说 在我掌权的时候 这个城市不堵车 那我说你怎么回答 他说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第一 当时大家都穷 买车的人很少 第二 现在堵车 也是我当时没有规划好 我说哎呀 你的心态很好 你回答了也确实很好 他背了个哨响机 晃来晃去 东占希望 我觉得这里边 那些市民 对他是平静的 他对市民也平静的 这种双向平静 就让我感到一种 正常的生活状态 受罪 受难 对他来说 对老百姓来说 都是一种正常状态了 或者说从不正常变得正常了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由此想到 国际上有很多 杰出的艺术作品 总是和监狱有关 并且在这个题材上 呈现出了独特的精神高度 和美学高度 相比之下 我们的作品一碰到监狱 往往着眼于 惩罚和谴责 这就显得有一点浅薄了 有点可惜 我希望有更多的大艺术家 把锐利和温和的目光 投向监狱 艺术家的目光和法学家 有一点不同 在他们看来 那儿并不仅仅是 罪和非罪的界限的存在 而是人性的一个敏感地带 边缘地带 极端地带 也是人性的珍惜地带 极具地带 和淬炼地带 君子未必是艺术家 但是迟早 却会领列到 艺术家的目光 什么意思呢 君子如果在监狱里边 他也会被艺术家的目光 关注到 他们一定有 什么样的品质 在那儿体现 或者一定在 一个不幸的地方 获得自己精神人格的 一次次的提升 当然也有可能堕落 也有可能提升 这是监狱 有可能给君子的 一个锻炼的地方 但是我们一写到监狱 就是那是一个受到谴责 和受到惩罚的一个必然下场 对里边的所谓其他事情 我们一般都不会管他了 管他也是只是接受教育而已 但是我们只要想一想 历史上各种各样的 优秀的文化人 在监狱里边 获得过多少的淬炼 我们就会明白 那是人性的一个敏感地带 边缘地带极端状态 在极端状态当中 能够聚集和锤炼那些人性 这个就可能会变得比较好 我讲的是一个极端状态 比如连监狱都讲到了 但是我实际上 不是很想讲这个地方 我只是告诉大家一点 公共汽车上那个 不情愿的售票员 都把公共汽车的售票 做当作的监狱了 我就说监狱不是真的监狱 是人人自设的监狱 所以君子们 你们千万不要 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己给自己设定铁窗 自己给自己设定镣铐 这都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 不要这样 我们即使遇到了 外来的镣铐和外来的铁窗 这也未必真实监狱了 外来也会加给我们很多困难 你也应该从不自由当中 或者自由 我很想由此告诉我们 现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朋友 不管你的资金链断了 不管你的账算不过来了 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 但是请你记住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精神价值 我们的君子风范 就在这个时候 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我们的人生也会在这个时候 体现得更加厚实 祝贺你们 你们一定能够过这一个一个难关 谢谢大家